我们现在进一步的介绍第五个小单元 那就是电与磁的关系 在电磁学的这个发展上头 电与磁并不是一刚开始就了解有密切的关联 那我们在这个小单元里头尝试着用一些物理的观察 来联系这两个概念 那首先在一刚开始我们介绍电力跟电场的时候呢 我们了解到有个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也就是电场强度 那这个电场强度呢 是作用在一个单位正电荷上头的力 那它的这个描述呢 如果说这个电荷不是单位正电荷 而是有相当的电荷叫做Q的话 那它这个所受的电力 就是这个Q乘上这个电场强度的一个状况 那之后我们又学到磁力 这个磁力呢很妙 它不是只有两个磁铁之间的这个力 即使是你送一个会动的会移动的电荷 经过这个磁铁附近的话 这个电荷也会受到一个力 这代表说这个电跟磁 是有某种的关联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电跟磁之间 关联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式子 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从这个式子里头看到的是 这个电力的部分呢 它是跟电厂的方向是同一个现状的方向 虽然有可能是跟所受的力 这个电荷是正的或负的 那这个所受的力呢 有可能是同向或反向 但是呢基本上这个电力呢 跟电厂方向是在同一个线的方向上头 我们叫做这个collinear to the electric field direction We said that the electric force is collinear to the electric field direction 但是这个磁力的部分就非常的这个特别 这个磁力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vector cross product的关系 所以呢从这个vector cross product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力的方向跟 这个电荷的移动方向跟磁场的方向 都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对于这个磁力呢 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 The magnetic force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magnetic field direction 所以这个是很妙的一个状况 譬如说我本身是一个电荷的话呢 我如果静止不动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力帮我往前推的话 那我可以说这个我被推的方向就是空间里头这个电厂的方向 但是呢我如果不移动的时候没有说到任何力 但是我一旦移动的时候呢 却得到一个这个横向的这个力 那这个力基本上就是来自这个磁力 就是来自空间里头有这个磁场在那个地方 好 那更进一步的 因为这个vector cross product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得到这么一个这个结论 这个vector cross product里头一个速度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这个magnetic force only act on a moving charge 不移动的电荷 这个磁力呢是不会发生的 那而且呢这个力的方向呢 是朝向于这个电荷移动的垂直方向上头来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 而且这个somehow mysterious的一个一个现象 好 那再进一步的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 electricity跟magnetism之间做进一步的关联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两个实验 然后呢 把它们做一下这个类比 我第一个实验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之前看过的这个实验 也就是说我有两个磁铁摆在一块 但是呢 这个不同极呢 让它们接近 这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得到 这两个磁铁会互吸的一个状况 显然这里头有力的存在 有个磁力的存在在那个地方 那你如果是把这个同极的 譬如说这个北极跟北极放在一块 那会有相似的这个现象 那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一个磁铁会产生一个磁力 如果说附近有一个磁铁的话 但是呢 另外一个类比的这个实验呢 是这么讲 也就是说 你把一个磁铁放在这个地方 那送一个这个电荷 进入到这个磁铁的附近 那因为磁铁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空间就有所谓的 Magnetic Flux Density B厂的存在 那你如果有一个速度的话呢 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磁力 它们之间也有力的存在 那所以呢 这两个实验基本上 都跟磁力有关系 那这个实验里头的磁力呢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磁铁为主 那这个另外一个磁铁的存在 形成了一个磁力的这个互动 那在这个实验里头呢 我们有一个磁铁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电荷的移动 所以呢 也有一个磁力的互动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 一个移动的电荷 它就是一个电流 它似乎就是一个磁场 磁力的来源 那所以呢 在这个类比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把Electricity跟Magnetism 把它做一个关联出来 所以 因为这个电荷移动了 才有这个磁力的现象存在 所以呢 我们了解 这个在移动的电荷 是可以用这个电流来描述的 那这个电流呢 我们之前学到过 所谓的这个Current Density的一个概念 那把它积分 对一个面积分之后 就得到一个电流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电流可以产生 磁场在这上头 在逻辑上头 我们开始把它给联系起来了 好 这个产生的磁场的强度 跟我们理解的这个B 也就是Magnetic Flux Density 是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在这里其实也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当这个电流越大 这个也就是这个速度越快的时候呢 这个磁场的强度应该也是越大 因为它磁力越大 我们从刚刚上个式子 F等于QE加上QU cross B的这个 所谓的Lawrence Force Equation上头来看的话 就是电流越大的话 它磁场磁力越大 所以它磁场强度也越大 所以呢我们可以定义出一个新的物理量 这个新的物理量呢叫做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把它写成H 那这个Magnetic Field Intensity呢 跟电流是直接成正比的 那显然这个H 这个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应该跟我们的这个 之前学到的Magnetic Flux Density呢 是一个正比关系 那之间的这个 一个Proportional Factor 我们把它写成μ 这个μ呢 在我们的这个电磁学里头 把它称作Permiability 那这个之间的详细的关系 我们在往后的这个电磁学的学习里头 会进一步的解释跟计算 好 所以呢在这个小节里头 我们基本上 从我们的实验观察里头 还有我们的这个逻辑的推导里头呢 似乎可以把电跟磁做一个连结 那这也是这个小节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所以很快的做一个这个结论的话呢 第一点 一个电磁流 它里头有移动的电荷 它是可以受到一个这个磁力的 那这一点呢 让我们开始想象 电磁或电荷 移动的电荷 是跟磁场 磁力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是 这个磁场的强度 如果说一个电磁 可以产生磁力磁场的话呢 这个磁场强度 应该跟电磁的强度成正比 那这是我们这个小节里头 得到的两个最重要的结论 那针对这个小节 我介绍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